本节目由梅塞德斯奔驰S级轿车联合呈现 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中国向何处去 十字路口好神奇 所以看着普普通通的 中国历史直冲大岩桑工业化是未来的 您知道下面埋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你们听说过二厘头人吗 就过去三千七百年前那些人 右手那就是著同作坊 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产业基地 那里啊 当时的硅谷 然后中国第一青铜绝最漂亮的青铜绝就出在我们左手房的底下 那边是中关村 这边是紫禁城 这边是大石烂 大石烂现在还没确认 至少是南边是生产区 中间是政治区 就在我们考古队那一带发现了墓葬还有祭祀 就是像祭坛式那样的东西 那不就宗教区 大家再往东走 就是中国最早的景色形大道的工程公路 20米宽 现代四车道 这不就是王权的显现吗 对对那个下朝的这个态度 我们的立场我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呢 中国是世界上最有信誓 历史最常的一个国家 如果这样的这个力度 还要打问号 还要进行确认的话 那只能是 我看连非物质遗产可能都不能算 大家也都知道我的史冠 是这个考古学本类的这样的坦究 包括本人在那边保守的考古学家 没有否认下的数量 但是二里头尽管进入王朝时代 但是这是下还是上前期不知道 下是一个既不能正真 又不能正伪的这么一个 下肯定出自于文献的 考古上挖不出下来 只要没有像加古人那样东西出来 我们不知道这群 这堆过腕瓢子 姓下还是姓上 不知道 这是紫禁城 这是长安店这种比喻 这种比喻 是广告的 是尽管的 他们一定要拍下来 嗯 可以 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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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这种发现自美 再一个就是说 不像后来是靠我 就是象牙塔的学问 他是要回答 我是谁 中国是怎么来的 中国人是怎么来的 这样一个大问题 我是个不合时宜的作家 我像个笨拙的发问者 好奇他人的观念与经验 我不喜欢模糊的立场 却也怀疑过分确定的答案 我期待自己是个游荡者 不断拓展知识与情感的边界 我也好奇在时代浪潮之中 一些崭新的创造力 想象力正在被遇运 我会带着我的偏见与期待 再次出发 可以一下 好谢谢 这可以走吗 可以走吗 好谢谢 这就是这么刨东西是吧 就这样的 这叫什么名字 爬子是吧 你干多少年了你们在这 这么多年 几年了呀 四五年 您知道下面埋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们听说过二里头人吗 就过去三千七百年前那些人 不知道 你觉得我能干这个活吗 我干的好吗 好啊 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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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就不用回去 农忙的时候怎么办 回去种地 终地 农忙就叫终地 终地 然后不能往上来来干挖掘这个 你们知道你们祖先是一个特别辉煌的国家什么文明在这吗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夏的存在真的那么重要吗 大家 这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 变成个迷思一样 我说夏呢 就是夏是中国人一个扶不去的梦啊 因为它是这个成丁礼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这个民族啊 从司马迁开始啊 把它作为一个王朝的这个造势啊 出来啊 我们就有这种情节啊 我们有丰富的文献 以及丰富的史学传统 我们把这个看的比较重 看的重这个时代呢 又正好是我们想提振民族自信心的这个时代 嗯 又把这个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是这样来就是说 好多的这公众他就接受不了 就是就二里头一定要是夏才才重要 嗯 四高月大幕一定要是曹操梦才重要 哈哈 你说曹操梦他还大爷 也比完全说不清楚要好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心态 嗯 所以我现在作为二里头靠队的队长成了一个焦点了 因为谁都知道许洪是不肯言下的 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嗯 不是否定夏的存在 是夏 司法存在 根本无法证明 证真还证伪 就是二里头 我说他从考古学本位上来讲 我说他是最早的中国 但是姓夏和姓长暂时不知道 嗯 就甲虎文那样的东西出来之前 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1996年的时候也是整个的断代工程 夏和姓东开始一个开始的一个时候 对 这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对大家说这是很挺 我也挺陌生 我第一次在北大听到李学勤先生去讲这个 我就觉得你们在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 很好奇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这也可以谈谈的 嗯 像是断代工程呢 这个起因呢 是当时的国务委员到埃及卢克索 卢克索 我去过 我去过 埃及卢克索 人有大量的石刻的文字 对 不出材料吧 然后呢 帝王的纪念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看到那些非常惊诧 然后这个东西 埃及能搞得那么清楚 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得那么清楚 嗯 就感觉还是要争口气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是文明古国之一 我们要一样的那样 对 然后感觉就是我们能不能 投入点人力物力 我们就可以避其功于一亿 嗯 这样一种感觉 我也参与我这部下山断代工程 我这是排斩这一集的这个 当时是想 99年向国庆献礼 嗯 像这样一种所谓工程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是非常陌生的 嗯 比较谨慎的学者觉得这些东西搞不了 嗯 因为就是很难 这几年之内 有个什么明确的说法 嗯 然后 有学者说 这个应该可以吧 嗯 然后就 有学者接了吗 我一直认为 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 优秀成果 只能是学者个人本位的 而且我参加这个工程呢 我不认为这个政治 影响它太多 嗯 因为这些这些人是学者 嗯 这些人到最后呢 就是要靠材料来说话的哈 嗯 所以有这个人来采访的时候 他就问他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认为 如何如何下桑什么呢 他说这个可以成立吗 我说不成 嗯 现在我们说 襄尔州断代工程一个基点 是武王伐纵 嗯 周武王伐桑纵王 基点我们说应该是唯一的 和准确的 但这个基点 就这个基点 总共是有44种说法 前后相差112年 嗯 基点就开始这样了 然后对夏和桑的这个纪念 从400多年到600多年 各家还有好多说法 而这个当代学者又采纳了不同的说法 嗯 那么到了夏这个地方啊 摇摆忽悠200年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 谁这么认为的 对不对 每个人都是每个人思想 怎么可能是 就是说 怎么可能是 一帮人有完全相同的意思呢 嗯 说不死 在情况下愣要说死的话 那就那就 可别一说嘛 对 刚刚您说得下这种迷思 就说 就您作为考古学院 没有那种感觉 一方面好我们中国人看起来 充满了历史的这种 向往或者尊重 对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中 是毫不尊重历史的 那传统只是在某个小地方有 他看不出任何延续性 这种矛盾 对 你说的太对了 我这个自有同感啊 嗯 我们很流行无视这个真的 嗯 我们来找一些假的 嗯 我们搞一些很宏大的 甚至恢复一些技组活动什么东西呢 这些东西我根本不参加 我觉得不参加这些 嗯 嗯 我 接受不了 我们说什么是当地的文化名片呢 嗯 只能是残存不多文化遗产 包括民居啊 包括那个古代的遗存 人才是富有个性的 嗯 我前几年到这个广东的东部的那些县城 跟我老家辽宁辽南地县城几乎是一模一样 嗯 这次我们感觉非常非常难受的 嗯 从这一上讲我们做的也不够啊 比如二十头村的村民特别滋谱那种 他们不知道三千年以前这个地下还有这样的辉煌 嗯 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的断裂吗 嗯 当然这种就是说 引起我们的责任感 那就是像 好的 我这样的小书 一本本小书 我在用自己的努力来 来追回换起文化记忆 通过考人的努力来换起文化记忆 现在我们连崇高都被污名化了 就是这种责任感这种东西 一说起来好像偏俗似的 但是难道许鸿的这种觉醒 不是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吗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 都觉得现在这考古是最性感的职业 都来都来 这诚好 是吧 性感 那考古很性感的 这诚好 我觉得以后熊老师应该是爱马仕全套赞助 去下地考古 哇 哇 但是考古又吐的吊渣的一个职业 然后就是印尼亚的琼斯 河南的洛阳的印尼亚的琼斯 我说这个 吃惠面的印尼亚琼斯 十三一本来就是我们对当代中国进行切片 切一切切到古代来了 切到三千多年前的二里头来了 现在就是走的我每次就是北京到特别熟悉的路路线 对 99年时候刚来这条路是还没肯定没这么好吧 没有这个99年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高铁 对这个时候特别愿意坐的车是夜车 一个站上一停停很长时间 这这么明显的隐喻啊 就是你深夜从北京西站上车 对 穿过整个深夜就到了公元前三千七百年 对对对 这么一个感觉 这种感觉 现在这趟车还有一道 帮我打断你一下 这是什么河 这是伊河路 这是什么河 这个是伊河 伊河是吧 这是伊河 这都是小时候文学史上看到伊河 没错 特别牛逼的有河的感觉 洛神父啊 对呀 这叫中国历史名河 他们说有人开车 你在中原大地上开 那些标牌上那些地名 那都是河有名的 对 每个都让你浮想联屁 比如我们路过商丘吧 每个地方都听了浮想联屁 安阳 对对对对 现在已经进入了二里头 这都是封起来的工程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我们开始进去了 是这个是吗 封起来这个 封起来这个 是这些东西 荒岛七七这个 三个层次 他继续在挖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 就是发掘现场 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太牛了 这个意思吗 我没现场看 我看过您那个影像 他们放弃了跳广场舞的时间 来暴坐挖掘 你说这什么精神 要靠我地缘的分三个层级 第一层级 所谓北京来的吃荒凉的研究人员 第二层级我们祭司 王重章这不是一般司机 跟我同岁 我考上大学他没考上 洪章前点人说 队长你看你念的博士整半篇 然后读了二十多年书 回来之后还跟我们一样 玩土科了 但是就等于说 他依然说他是二里头人 所以他现在作为现场主持 带领着我们第三梯队 很郁闷 我们看这些都是大妈大爷之类的 你刚才说是放弃跳广场舞的机会 这个是什么现场 这叫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发掘了第58年了 1959年开始发掘 已经第58年头了 现在我们就是在二里头都役的中心区 宫殿区 我们现在挖的就是这个路底下 这么一条 那么我们说这个地层就是无治地书 所以说我们看 我们现在上边的是耕土层 这下比如近代层 再往下比如汉代层 再往下露头了 宫殿建筑是二里头四期的三千多年 就是这么一本书 就是我们再翻这个无治地书 把它完全成层叠的历史 所以这是宏观所 卫观咱们就下去 好看看 考古人是用怎么样一种手段来解读天书的 太牛了 这是最性感的职业 考古学科是最性感的职业了 考古人 我需要巨大的耐心 这个就是说专业知识 然后中国考古学员花了 花了一个几十年时间 来探索这种土中找土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金字塔让你挖你也挖不坏 但是这个东西是吧 你看不清楚 此日在挖 说不定 你挖一挖就挖没了 是吧 这两天我蹲在这儿 万一弄出来城墙了 我牛逼了 是 你看 这是一只墙 看 这是墙 看 这是墙 我画出来你大体它 我画出来你大体它 你看 你就能看出来 这一流 这流土跟两边不大一样 它比较细腻 你看 颜色偏荷 对 门道那地方就是墙头 哇 这么神奇 上午看看隔墙 这是这儿 你看 你看 你把这个东西挖出来 这个地方是最小挂的 来 这是一堆小墙 看 这是一堆小墙 哇靠 您线画这么直 一画出来 你看有没有 对 你看有没有这线 一画出来 你看它擦得非常大 是吧 要不画 你总觉得擦不擦 这是隔墙 看 这都过来了 你得刮刮 所以你们都是有那种 x光的眼睛 这都是绝活 我们看不出来 他们不一定懂大历史 但是他们这个技艺 太厉害了 那比我地长高 太厉害了 那这个墙就是三千 您说三千七万 三千多年前的二厘头早期的宫殿建筑的 不知道哪个角落 隔墙 就等于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至少三进院落 就是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公司建筑群 从这开始了 这是其中之一 你看 这样来就是从这到这是它屋里的 这个就得看 这是一个隔尖 这又是一个隔尖 你看这个 这个就找回来了 而这些东西都是 想象一下 残缘断壁都没有了 都是地面以下的基础的部分 地基的部分 现在我们就得把这些东西搞清 好 咱们走 对您来说一个考古学家来讲 公共了解这些考古学知识 了解古代的世界 他们怎么生活 怎么统治 这一切知识对他们讲为什么重要 您觉得 这个说起来 还是这个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考古或者为什么 我们要学历史或者对考古和历史感性 为什么 我觉得首先 没有必要用高大上的词汇来保养我们的学科 首先就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好奇心谁都有 都想知道我们怎么来的 我是谁 这样的 其次就是这种安顿身心吧 古今一里 这个人类不都是为了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吗 实际上顶多是换了时代 换了服装什么 那等于就是人性好的东西是没有变的 实际上是一个处类旁通的这样一个东西吧 人类的妄性是很大的 你再重复了错误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如果把那些大灾大难大风大浪都了解了 然后应该可以看待你自己的个人小的这个 小的这个脖子呀什么这些 从这一上讲就是安顿身心嘛 然后再者呢就是也有朋友问我哈 为什么你们这儿考古什么呢 我就想用这个来回答 为了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呢 你如果就是撒哈拉撒去教 那你完全可以活得很好很好的呀 但是你起码应该知道一点文化的东西吧 就如果要这个都不需求的话 那那考古学就是没有真的没有用 考古学是应该是一门贵族的学科 是吧 是一种生活呀 这是老王麦巴斯麦克斯卡 那比如回到你第一次来二里头是96年是吧 我96年博士毕业 因为是搞城市考古的嘛 后来就被分配到 离这几公里的掩饰商城 那个时候怎么也没想到 我这一生居然能到这个地方来 在我们圈里二里头都是大名鼎鼎的那个考古胜利呀 我做的博士论文是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 上下三千年纵横几千公里 我特别需要有一个平台 一个可以解剖的麻雀 然后让我真正的这个思思我的一些学术设想想法 所以这样来就是说 等于我接手之后第一个季度来 就领了几个探工 然后顺着这个遗子边缘 就用的洛阳铲 整个打了这一圈 这个呢 对于这个聚略形态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可以说 经过我们的这个实地勘察 二里头一的现存范围 约三平方公里 从那开始中国最早的景日行大道 中国最早的带有中州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 像这些东西就是发现层普不穷 这好多东西如果只出一项 都已经足以这个引起学界的这个震动 最早那种应该是那个你说是发现宫殿吧 对 就那个那一刻你什么时候意识 怎么就那个细节是怎么样的 那个场景是您是怎么意识到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个是在我在这个最早的中国那边 第一本小书里边有一节叫想出来的工程 那个想加这个引号 我是先这个把这个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古代城址 一直到这个后来这个城市那个发展旅类边 提出了这个大都无城的这种提法 就是庞大的都役没有外国城 但是内城或者工程这是必须有的 因为枉死禁地不应该是开放的 紫禁城你不能随便便你平民都跑进去溜的一圈 对不对 它一定有防御或者是区隔这种设施 这样一个信念导致我就是顺藤摸瓜嘛 我们在这个老先生们已经挖完的这个二号宫殿的这个东南角 再打开一个探方 接来看看西北角打开之后 看看有没有再向北延伸 打开之后果然都向两边延伸啊 就是三百多米长的工程东墙和这个工程东北角发向 这一下就是说想出来的工程啊 这一样我想到了这个84年 请苏炳奇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啊 太斗机的人物啊 苏先生半闭着眼睛说 考古这个活啊就是你想到什么东西啊 你才能挖到什么 我当时想这不是微信主义吗 后来觉得越来越增长痛感吧 这句话的哲学意味太深刻了 开玩笑说是这个文学是吧 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 历史学有一分材料说五分话 考古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当然现在看来 考古学者必须有想象力 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无畏的学者是吧 你什么时候清晰的感觉到这一点 我觉得还是很晚很晚 是吧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就是资深学者啊 这个甚至权威啊 包括现在老先生还在尊尊教诲我们啊 考古学是实证的科学啊 但是现在我的文科里边 微博里边啊 都有点冒天下的 自大不为了哈 考古学是什么解释的学问啊 考古学更多的是推论和假说呀 更多是验证不了的 我们能证明什么 二里头是下还是伤 在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 当时的文书材料出来之前 我们能实证吗 这些灌瓢盆哪些水下水伤啊 像这些东西都是解释层面的 都是属于推论和假说层面的 但想象力应该是必须的吧 像我们搜底下挖那个房子 你如果没有房子的概念 它就是一个坑一个洞是吧 然后你没有那概念这个刮两下 看不清再刮就没了 就是一定得 你得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你带着这些问题 然后你才能哈 才能这个 这个有所发现呢 好就在这个小广场停 看 这是我们2005年地方政府 把农民的菜园稍微蒸了一下 搞了这么个小广场 现在成了大妈们跳广场舞的地方 大家看这一片 就是我们二里头对的小院 87年以前一直就租借民房 完全住在村里 就是借人一个院子 现在就是东西越挖越多 这些桃片什么东西 越挖越多 这是我们的工作房间 这桃片就是发现这些东西 然后这么分门别离的一点点把它拼起来 这都是三千多年前的 当然 就是在干这样的工作 也是一个隐喻 历史拼图 历史拼图 就是这样的 得重新想象历史 可以 走 趁着天亮 先赶紧上二楼陈列室 看看 我们可以从这边上 好 厌棚 二楼陈列室 给开一门 看一眼 以前我待了十几年的房间 好好好 现在换到这个西楼里去了 这房门都全刚快 以前完全是木头门 真是 我在这小屋住了十几年 我的这个卧室 办公室 然后对底的书放不下 还兼这个图书室 然后那个我女儿 我女儿的照片 就等于 这是我 这是我 刚来的时候 不是 这是在这个日本 日本这个青森县的 他们的报道 当时就是 我女儿出生那年 是我来二里头的 就那年我被认为二里头的队长 我女儿说这个 我爸爸这个 就春秋两季最好的时候 北京 季节最好的时候 肯定不在北京 没法陪我逛公园 就等于 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的 离开了女儿去 奔了这个 跟古牙在一起 我在那里头 待了十八年队长 他十八岁三八岁去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这小屋 这个绿松之龙 绿松之龙 当年 拉过来之后 一个大木箱子 一个大木箱子 然后这个六个轻壮牢 里根本都搬不动 没法放到二楼去 放到一楼 又怕那个同龄同气丢了 后来说 王鸿章建议他 队长就放你屋 只有我在一楼住 所以那个二里头贵族 我跟那二头贵族 亲密接触 同居了一个多月 然后他被拉到了 什么感觉跟他住在一起 没有感觉 后来经过这个人类学家 鉴定一个三十五岁的男性 三十五岁的男性 基本上就是 怪不得没感觉 还是有道理的 人还是有神秘之处的 请大家好 可以从这边上楼了 谢谢 就这个是我们一个小陈列室 这反正都是淘气 全真东西 这里没有福字品 但专家来说非常过瘾 因为基本上每一个格 每一个格就是一个单位 比如说它在一座木 或者是一座灰坑 就是一个垃圾坑 是吧 这是二里头一期的 我们看二里头二期 看看这是 这是从墓葬里边出的一个陶九季 就是说最初只有陶的 青铜出来之后 没有做新东西 而是做了以往用陶来做的东西 彰显他的身份和地理 是吧 然后像过碗瓢盆 我们发现中国最早的原始祠 就在二里头发现 等于这个最早拆了 等于就是也在这 就这样来就是你看 二里头究竟是下还是桑 然后这个大家争过来炒过去的 但是这个房子的价值在于 像是说断代工程 不管怎么争论 就是有人在二里头一二期切刀 前面是下 后面是桑 有人在三四期之间切刀 还有人在四期 枣刀和网刀之间切刀 不管怎么切 切不出这间房子去 这就是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架子 他要做中华文明太原工程 得以二里头为基点再往前上述 所以这就是这样 这些东西 说起来这个里边 维加西部都有故事 都可以讲好多 这种和现在有学者研究认为 它是不是这个西斯自幻剂 这盖一封 然后等于就是那种东西 东方的是九位自幻剂 西方是大麻 但是很早就跟西方剂有关系了 一切一切都有在意 你看这种造型是特别漂亮的 这个封口和这地方应该有个盖 这是管状流 这里边三个 这叫空族 然后特别便于受热传导 就是火 稍微加热 甚至这么一看 还像一个动物的造型 然后你要审美的话 你觉得这个东西 你觉得这个东西还很漂亮 对 然后还历史很悠久 但是要是认为它之前买它的人 不认不认为 所以它呢就说 有朋友来找我来 好多就说 就失望了 因为我说实话 就是我真的不懂 我只见过真的 没见过假的 只知道历史价值 不知道市场价值 潘家人大门冲哪 我不知道 你要不懂得当代工艺学 你怎么敢 研究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这样的 真是这样的 然后说起来呢 这种事都有意思 我当时那个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 那老师 那不是都是让家长填表吗 你家长一看 家长考学家 那天说 有个朋友 能不能到他家里去一趟 高档小区 人家说 我这收藏的东西 能不能给看看 然后呢 我说我真的不懂 人家说 你怎么骑这辆车来的 那怎么想象 你揣两件 一套房子都有了 你怎么 比就是等于 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完全对这东西没有概念 当然现在在考古学界 这种就是这个 接手自盗这样的事 非常非常少 那就是你心很静 你如果有那想法 你根本就看不了这个 你没有想到说 这东西我可以拿一件 揣一件 就是这种概念 好 我们想这么个角 我说这个 是最简陋的 我坐这边是吗 好 那是谁 我看我们家那个 壶都没有了 这就是咱家 是吗 好好好 你坐在这 每天被包围什么感觉 我们先闲聊聊 成仙吧 会猜一下吗 比如谁在使用这个 谁在使用那个 谁在用 在什么情况下喝这个酒 我说你们简陋里太丰富了 考古学家 行而下的 考虑的是 为什么 这些酒器被认为 最重要的东西 放在了 墓葬里边 作为身份地位的像中物 为什么 青铜这样的高科技的 不是用来做最新的东西 而是用来做他们 非常熟知的 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就是 动感 还真的是 一方随土养 一方人 这个传统的 这种惯性的存在 它是 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首先要解决人与 这样的关系 把它做成农具和工具 不是为了解决这个 人和神的关系 造成神像 或者是同面具 一直思考 这样的问题 但是还真就是 感觉这种 这种一贯性 真就是远远流长的 对 我觉得好奇 比如说您发现 您也喜欢这种比喻 这是紫禁城 这是长安街这种比喻 对 您会意识到 就是说这么早的 古代中国 跟现在中国之间 有这么强的一个连续感 一个映照感 会觉得历史的延续性太强了 我们甚至逃不出古人的布局吗 对 中国是从秦汉开始 那种几乎在社会结构上 对 变化不是很大的 我说 我们这个 国家大的地形 像一个大的盆地 没有这个自然地的阻隔 两条大河 几条大河 一支流 这种四同八大 然后周围呢 相对封闭的就是海洋 和这个高山 这个荒漠 这个高原 来导致这个人们这个文化底蕴生产 生活习惯的这个类同 包括后来的汉字 都是这种这个凝聚力 这样就是不可避免的 共同的这个思维方式吧 当时那个为什么从 能从藏国走到这个秦汉啊 这个大家都是一些小国 你是上游的 我是下游的 你把那个霸一拦 我没有水了啊 我这边这个欠搜了 没良好词了 我跟你借 你不借啊 但是你那地方要是我的 这事就好办 对不对 上游下游如果是 都是一群人管这事就好办 震灾自水 再加上一个防御北边 整个人没有广袤的大北方 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无重谈起 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史 几乎可以说是一部胡话的 历史 一波一波的这个游牧 冲青冲巢 代表着最先进的科技 然后一波一波的来 长层就建在这个400毫米等米线上 是吧 然后这个气温稍降一点 这个恶化 它要往南早粮 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脉络 这些构成游牧和畜牧的板块 就整个这个中原三代王朝 都是在这两大板块中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像这种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这种东西 它没有历史的合理性 一直到现在 是啊 所以这样你一看 就贯通起来 来看 好的东西 我觉得就 就不会太纠结和你 那会不会觉得 比如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 在这样的这种历史的传承下 如果是他们的这两个就这么大的决定因素 对于考古学来讲 是不是个人的那种意志 它的重要性会被降低 对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我虽然做一个学者 我都想说 都想用我宿命这个词 尽管我不太愿意用 但是这样一个历史大事呢 个人的这个群体的或者人的影响呢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的 可能不能做过高的估计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也绝不是完全无所作为 反正的话 人家就根本就不用奋斗了 出生之后你什么都不干 你怎么样 那这根本谈不上的是吧 对 比如回到80年代初 那个时候的考古学 因为你要接近整个考古学传统 就是那是属于什么一个状况呢 当时的那个 对 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 有的学者认为 我们仍然生活在我们的大司 所建构的开创的一个时代 因为我们在这就是 就是大家后面 还凭着一股惯性 首先我们这个时代 也基本上矿定了你的一个大的 不能态势 当然人也不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 我们都知道 顾立刚先生 然后胡适先生 都一起从一股派开始 胡适先生 都说过 东中以前无始 等于就是这个古死变 对于这个中国典籍的书里呢 实际上就是说 尽管是有一股过肾之嫌 但是呢 他扫清了考古学诞生的障碍 为考古学的这个诞生 直接提提供了一个非常必要的这个基础吧 这样的才有 傅斯年先生说 我们就是一群不读书的人 我们是丧穷弊落下方前 动手动手找东西 是 是这样一种情况下的 就是等于那个时候 不像后来说考古学是 象亚塔的学问 是吧 他是要回答 我是谁 中国是怎么来的 中国人是怎么来的 这样一个大问题 所以从一开始 安特生的发 可以养烧的发现啊 三顶洞的 和北京原人的发现呢 尤其是殷墟 这种这种发掘哈 其实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但是后来就兵荒马乱了 随着这个日本侵略就中断了 然后从这时候开始 一到第一个三十年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第一个三十年吧 中国考古学者 开始踏踏实实的 从这个田野入手 建构文化史的分期 和普系框架 以文化史研究为主的 这样一个考古学阶段 就是说你要搞清楚 一个地区的这个文化面貌 首先要通过这些盆盆罐罐 建构分期 这是第一个阶段 如果说从五十年代开始 以来呢 我们一直是强调这个 中原中心的 因为文献上 是汉字化语系统的 汉字霸权的 然后呢 这个考古 发现大量的又集中在中原 其他都是 不说蛮一荣敌了 是吧 但是也是偏一落后 中原相思外复射 那个时候 当时是那样一个思潮 而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 各地开始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遗迹开始出现了 两种文化 红三文化这些都开始发现了 在这种前提下 苏炳奇先生提出了区隙类型理论 他把这个整个广袤的东亚大陆分成六个大的区隙 各自有其发展演变的脉络 然后就用了一个最通识欲懂的这个形容是叫满天星斗 然后这个给当时的这个中国考古学界以震撼吧 转变了我们对中原中心的这样一种认识 就那个时候 各地的都开始这个建立区隙类型 现在看来 那还属于大奖属于上一个阶段的工作 那由于这个工作的长足进展到了九十年代 等于说 我们觉得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逐渐逐渐从文化史的 以文化史为主的考古学转向社会考古 然后这又就是说到是说我是怎么这个 逐渐从一个极保守的 也随严谨到保守的这种考古学者 逐渐逐渐这个就是说做一些公众考古的这样的事 我觉得这个跟社会风潮和学科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时候 其实是内代先驱实际上是跟整个中国的危机意识有特别大的关系 对这种包括对西方的焦虑感对自己历史的焦虑感 没错 这个东西在您在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也是有一种新的一轮的危机意识 某种意识 我不知道这种有呼应的感觉吗 或者会有什么样的强的共鸣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直言不讳的说我们的中华门探人工程 包括我个人来做的这样的早期中国这种研究 我们是带着情感来做这种学生上寻根问主的工作 我们有利的一面是 文化上这种相通通过缩文解释这个桥梁 一下就跟当代的汉字就连起来了 所以才能同意成加古文 这是有利的一面 不利的一面是 我们是不是融进了过多的情感 这个救亡图存民主主义建构认同 这样一种情怀和文明理性 文明开发科学理性 我们要追求历史真实 这两者之间能不能完满的和谐的契合起来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位学者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很有可能经常在纠结和拧 我们的认同是不是应该建立在 先追求死时复原的这个基础上 才能使得我们的认识更深刻的升华一步呢 就是所谓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后如果更多的被物质文化遗产 所替代被考古学生证明的话 那不就是我们不就是更有文化自信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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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一个 来十三腰鱼二里头 行好是吧 都是这个都是数字来来来来 幸会幸会来来来来来 来来幸会幸会 这是中原的酒 那一开始你刚来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很认可了吗 还是这是个过程 谢谢 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每个店长风格都不大一样 我们考古队经常是到一个新地方去 然后一来得得拜码头 包地赔产用工水电 一去找房子 那这事儿咋办呢 你哪怕你喝得一塌糊涂 随便陪君子第二天 许博士够意思 瞧得起我们 什么事好说 你要是 你要是这个 你看还挺假 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就是这样 这个要考古的话 首先要江湖 要学会江湖 对江湖 这就是考古队长干的时候 不是光考古队了 你这个综合能力 这种就是说 队长实在是很综合的 来 喝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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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 商大学时候许老师是什么样子 我也是挺逗的 他原来一直是说 他一个玩都不管 就是做纯正的考古学 然后就是连个 最简单的那种 科普性的文章 他都不肯写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从零九年前后 突然有了这种自觉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 文化自觉 那你觉得怎么发生的 大嫂都不知道 不挺容易的 你先说你的印象 那我一会儿问你 那比较纯 就是简单 我们家就是什么事都不管 从买一个鸡蛋到桶子 他从来不懂 所以他就只管 在他的那个里面 他就是很享受 他甚至上厕所的时候 他要读一篇论文 考古论文 没有 那苏呆人 我是热爱生活的人 人家都是嫁鸡随鸡 我们家是嫁鸡养鸡 我觉得这么多年 这么高级这个说 这个也记住了 太重要 这话说的 这就忽悠人 太有用了 说这个 当时肯定缺钱 一个拿不回家里钱的人 还叫成功的男人吗 但是我媳妇 但是 给你了激励 但是本人就 就我还拿不来钱 我还挺耿耿的 我还有文化自信 就这一点 他没有办法 这一点他没有办法 他对一种东西的执着 确实是挺 挺那个 跟我不一样的 就是他做得住 这个就是 以前不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我第一个季度来 给我六万块钱 我没花完 我把二里头边境搞清楚 然后后来等于说 我们所长说 就说这几年下来 回到考主汇报去 许鸿 在这二里头 只有点没有线的 这样一个总评院图上 画出了这几条线 中国最早的景致型大道 中国最早的这么一个工程 这么一个矿 他说光这几条线 就值六七十万 也就是说 我那几年时间 花了六七十万块钱 我把这么大 就是几乎这个 在世界文明史上 都占有一些之地的东西 搞回来了 但是呢 以前这是穷得一塌糊涂的 不过受制于 国家政策什么的 就等于说 就是 或者是这个 民智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大企业家 他宁肯占住一台晚会 他不肯占住一个 完全是默默无闻 沙沙沙沙沙沙 在这工作的一个 有利于千秋后代的一个事业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这相当于长的一段时间内 是非常清贫的 非常苦的 然后这种情况下 把这个活干出来 就是这样的 真是 就是这样的 欢迎 欢迎 给您进去吧 你这一天能来多少个客人呢 店里啊 我那时候一天就一两个 所以我这叫惨淡经营 那当时徐老师对您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想法 他一开始是很反对的 他认为我进来了 其实对他来说很尴尬 因为原来你看 我是个记者嘛 用他们的话来说 一个是在那个风口浪尖上 一个是在死胡同里头 就是特别不搭的那种感觉的 那那个徐老师态度 什么时候发生改变呢 做了我觉得有两年吧 我们甚至当面 当朋友面打过架 原来许红是一个很轴的 就是那个县摇塔尖上的 那样的一个人 而且他就是一直 他会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 要做最最正宗的考古学 但是也就是这几年吧 我觉得从一二年以后 他逐渐逐渐的就走出来了 然后就变成现在的样子了 他自己来这儿吗 他来 他拿我这儿当资料使 多好 或者您作为妻子 也作为一个战友 妻子和人 对 您怎么看他自己的这种 所谓的他的局限性 反正我是觉得 就作为一个学者吧 尤其是像考古这样的学者 可能就是踏实的 稳健的 就建立起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架构 然后可能天资什么的 可能会后天 会得到一定的弥补 因为我原来从来不认为 许红是一个特别有天资的人 而且我也不认为他有思想 我 这个妻子够狠的 真是 原来他 他们都开玩笑 他一出门 他就动不动就说 哎呀这说什么什么 哎呀这说的什么什么 他没有自己的想法 他会拿我的想法 当他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他在 整个考古学的思考上 他是挺有主见的 而这个主见 我觉得是来自于他 就是踏实的这种 常年的训练 常年的 对 训练和读书 真好 是应该是80年上的 山东大学吧 80年 80年 当年真是想成为 威胁青年 对当时是什么状态 当时17岁的许鸿 对 那个时候是个文学的时代 真是有作家梦 但是就刚萌芽 觉得挺美好的 后来当年的考试 还考得挺好 所以就有点狂妄 我居然报了个北大中文戏 你第一阵北大中文戏 后来就不用说了 然后后来招生的时候 山东大学给我打电话 说我们想要你 你能不能去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我不去 我再考一天 但是家长和老师们都说一下 很重要 山东大学 文史则建成 至少还是挺好的 就去吧 是这样 为什么选考古呢 我真的没有想过 真的没有想过 但是去了之后 就是发掘实习 是一个分水理 有的同学彻底的干丧了 有的就成为铁杆考古人 本人就是属于后者吧 到底什么样的魅力 比如说您去了现场之后 让您更坚定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这种 对未知的好奇心 就发现自美 考古学 它不是让你一看就到头的那种学科 而是你的手 你的手探下 很有可能总会有惊喜 就感觉这个呢 你要是做比较 你说考古学枯燥 语言学不枯燥吗 哲学不枯燥吗 古文字学不枯燥吗 对 要相比之下 一个是这种发现自美 再一个就是说这种思辨自美 80年代初的 也是中国是一个 尤其大学校园 是一个非常活跃和开放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整个中国社会 从一个寒冬突然开始复苏 到春天那种感觉 那种校园 当时山大是什么气氛呢 对于这年轻人讲 什么感觉呢 非常活跃 校园里边有搞行为艺术的 大概就是记得一个小树林里边 然后男生艺术家 大长头发 半裸体之类的 那种有个造型之类的 就就就就就就这样 当时非常非常新奇 非常非常新奇 从这开始呢 就是80年代整个变是伴随着这个社会的那种躁动和充满活力呢 整个这些考古学新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这些东西都开始把呼噜吞爪的往这边吸收嘛 人感觉就是像我们的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那种感觉 没有是这种情绪嘛 说到考古呢 这一块呢 因为他是搞几天之前的事 所以没有太多偏于敏感的这样的东西 我们圈内有一种说法叫这个上了贼船躲进避风港 还是让我搞搞让学问吧 包您刚刚讲从更世界的方式来看中国的考古 这是不是跟97年去日本然后接着去很多大学留学就是这个做访 有很直接的关系呢 现在看来我没有在欧美留学过啊 但是呢这个我总敢出国不出国不可同日而已 嗯 就是你见那种见闻啊那种视野啊到最后那视角的开放程度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做讲座上课的时候特别呼吁同学们 如果能出去出去待几年拿拿学位都无所谓啊 干脆啊如果能再回来 肯定会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解吧 像我现在就是在学界应该还是这个 希望积极给年轻人搭建平台 希望他们走向世界的 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 但是呢我深陷意识到就是说 我们肯定就只能是一个过渡的一代 大家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 迎接或者是拥抱可能的一个就是学术高峰吧 嗯 那时候您心中有没有一个特别理想的偶像或者范式这样的人物 当然有了 按理说实际上当时老师都是偶像 真的真的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还现在说起这个不大好说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是不是 试图在超越他们 或者我要不超越的话 我 我不超越老师的话 我存在着意义就谈不上哈 但是在我们学科说这话 嗯 你要给我播出去 我都 觉得是有点 局处哈 嗯 但现在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所谓资深学者哈 就我的学生如果要是 但是超越不了我的话我觉得那那失败 他真的他失败的 嗯 你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就等于当时没有那种 敢超越老师就没有那种能力啊 你得非常年轻啊 嗯 那现在我们我看他们 他们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啊 嗯 他们也是学术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 我今后 然后我的学生后生们也会这么来看我 我们的有有学者说的很好啊 每代学者的研究都是后人的靶子 都是你被当做后人靶子才来写的啊 但是呢就是说这恰恰彰显了这代学者的价值和意义 是吧 嗯 所以从这一上讲就就现在如果我还有点超越的意思 是不是我的老师们应该欣慰 呵呵呵 真的是这样 就成为靶子的价值为单人应该 就是这样 我觉得当时不敢不敢这个硬1431 就是像这样的话 他说说真音话了 这个这个是吧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学科没说有尊老敬老的传统 当然非常非常尊重他们 但真是这样 那么现在在中国启蒙也被污名化了 我许鸿呢 我自己想做李仲克 理性中立客观 但是李仲克都被污名化了 甚至启蒙都被污名化了 当然就说如果说启蒙 如果是启蒙这个原意是高高债上的话 我不愿意接受 人家朋友评价是我降低身段 我也没人我降低身段 就是我的这个从偏于保守的这个封闭的学者 转向一个面向工作的学者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启蒙还有正面意义的话 我们不是在做新的新时期的启蒙工作吗 新的解放思想的工作吗 我觉得是在做 嗯 是不是从从中能够彰显出我们的价值和意义 尽管它是过渡性的 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正像这个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 可用可持续发展这种理念 来做发掘 要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比我们还聪明 给他们多留点东西吧 而不是在我们这辈子就挖完 对不对 像这样的从另一样讲 等于说这个学界和社会的未来在于年轻人 所以我不在意当代人怎么看 一二百年之后大家再想一想 许鸿当时是怎么说的怎么写的 我就那个开玩笑就说 等于说到一百岁的时候 你还没被挂在墙上 但到二三百年之后 你还被挂在墙上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个就是学者 我们说我们说这个这个立言 是第一位的 这些东西都应该留给历史 嗯 嗯 今天又说多了 今天说多了 言多语思 遗古派实际上是颠覆了某种传统 比如说过去我们认为 中国是什么夏昌洲 或者说或者在往大雨治水啊 就认为我们一套传说神话 但这套传说神话 一顾派我们就顾洁刚他们 包括后来者 他们认为这东西没有任何实证 可以证明这一切啊 而且他就某种意义上是 他就攻击了一个传统 所以一旦某种固化的传统 被攻击掉之后 他就会有一片很自由的地带 开阔地带 而且我们在最初考古学的时候 也是充满对西方的焦虑 因为我们要证明我们的历史很绵长 很悠久 然后就自己非常独特 这种纠缠 他始终困扰着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最终我们可能要慢慢意识到 自我身份的寻求和确认 不仅依赖于外人怎么去看待你 更来于自己怎么去理解自我 我们再往前追寻 青春潮到底是怎么开始 怎么进入到中原系统 然后又怎么眼睛扩散到更多地方 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也是整个国际学界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考古学的证据告诉你 全球化在5000年已经有了 那就是青春潮 而他深刻的改变了东亚大陆的这个历史进场 到这一来跟我们几千年摩自淘气的传统相碰撞 屹立于全球青春文明之邻的这个别具一格的中国青春文明诞生了 二里头的文化影响已经到那了 而后来呢基本上就是向外扩扎 后来扩成了这个 后来扩到四大边疆 认同上我们说 你不能说中国是汉人的中国 对不对 然后整个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 在中华民国期间 开始正式形成了 所以这个中国太复杂了 所以我这个就是说写了两本以中国为名的书之后 我决定东亚青春潮不再用中国了 因为中国这个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地理的 是一个令我们焦虑的这样一个概念 东亚青春潮混搭在一起完全 对以前我们说日本是非原生时代 非原生文明那都是这个大陆哈 影响的结果 中国是原生文明 在青春潮来说 中国不也是一个纽带吗 不也是一个中间的环节吗 如果从全球视野来看 但是这些问题 又有小朋友也接受不了了 但是我许洪是学者 我用证据来说话 而且我说这些都是可能性 是吧都有待于新的发现新的研究 给检验 就即便有这样的一些证据 现在还有学者认为这个中国的青铜器的这个起源 有可能是本土起源的 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定论 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 越来越多的证据呢 表明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既不是单纯本土土生土长的 也不是完全外来的 而是外来的文化因素的刺激和影响 以及本土的这个传统的综合 三代也好 创新也好 一批新的东西出来了 一个量变 一个自变 从量变到自变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 我个人是倾向于应该这么来解释的 所以有趣 比如我们想象一下 比如对二厘头这么一个王国 这么一个东西 有一个突然高科技从外面进来 对 然后高科技它又正好的等于是用技术的技术 把它等于本土化了 它形成一个非常兴盛的一个王国 四方都来移民又多增加了 就说这个是一种 对 对 说得太对了 稍微丁定点 青铜演出技术 出来之前 你来之前 我们看到的是满天星斗的这样一种状况 就是各式 是不是王国我们还不大清楚 我们一般经常叫邦国 就是说 像张康之先生所推测的 青铜一来被作为他 关系到国家命脉的重器 藏为大的这种王国向外扩张的一种动力 这样来就是寻找自作青铜器的矿料 这样一来就是超越自然地理单元的这种广域王权国家开始出来 二里头 二里港 正在上场这样的 隐序 就等于说从这一讲讲 可不可以说青铜摧升了中国 甚至远程输入品 导致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出来了 甚至可以 甚至可以这个再想一想 像二里头这样 在东亚大陆从来没有过的 驾驭管理大范围人群的这样一种政治架构 究竟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无中生有的发明出来的 还是受到了已经存在的其他区域的文明的影响 因为人类这个东西 你们说你要造个什么东西 你肯定不能说计算机是你自己独立发明的 就是你各种理念什么东西 好多好多 我们说自主研发的东西 都是像前先生先生那样的海龟 早期海龟过来的 那是不是一种文化传播 文明传播 到这我们肯定又更新换代 但是一切一切就是它是有一个原的 而这个广袤的这个 欧亚大陆是根本没有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的 现在的这个最新的分子人类学 甚至都这个方性为爱 甚至都在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人类很有可能是同源的 都是在几万年前十万年前到几万年前 陆续的从欧洲走出来的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是才有了我的那本书名 最早的中国 出龙了 所以如果您研究这考古研究的话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感觉 越来越强的感觉就是 整个人类历史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太对太对 就中国从来没有自外于世界 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史 几乎可以说是一部胡话的历史 一波一波的这个游牧 从青铜 从青铜朝 代表着最先进的科技 从青铜朝到后来的游牧 民族内 然后一波一波的来 我认为就是说 不应该过多的这个来强调 就类似于东方西方 这种内含外宴严重不清的这样的概念 包括您说这新技术到来 然后变成了突然很兴盛起来 对那衰落呢 对对对 这个现在有好多书 来谈这个文明的衰落 反正这种更有意思的话题 但你看你看在东亚你说 这不是衰落了 那边还又是一系列了 认同吧 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华夏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 那怎么看您这代和全球浪潮 这和这个全球学术 这个考古学的浪潮之间的关系呢 我说 我曾经跟人说 我就不是我自己 不是我的原创吗 什么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研究的 总体上看我们跟人家 跟人别人的研究做比较 政治应该是短期的吧 经济是一个相对中期的甚至 长期的这样的东西 经济是基础性的东西 文化是超长期的甚至是永久性的 文化是底蕴呢 而遥以自卫的是本人正是研究文化的 只有好的东西是 如果你用这个长时段的这个历史观察的话 有些东西就会很释然 就不会把一些偏于具体的 离得太近的东西看得很重 现在看来呢就是 那种真正的 那种真正的面向未来的 有生命力的中华文明呢 肯定不是尼古的 也绝不应该是全盘西化的 而是呢这两者呢 有机的结合啊 到最后呢 生发出一种 另一个比较高层次的 那样一个这个 这个文化形态 而这种文化形态 是什么样的 什么时候能来临 那就是我们只能是期待了 而现在呢 希望通过我们的点滴的努力 然后一步一步的 向那个方向去走 就够了 就够了 因为我们看不到 也许这个 但是我们给后人普鲁达桥 对 迫近那个境界吧 好嘞 哎 你不是咱这路线还不错啊 非常好啊 这路线 哈哈哈 这次咱们直穿历史 真的 真是真是的 不就是说这个 从二里头到东汉 那是中国历史上升 特别自信 文化自信的感觉 青春期 中国文化的青春期 青春期 多漂亮 对 就是这个拐弯的地方 看 东北角啊 这是东城墙 那是北城墙 野蛮人就在城外 哎 你别说这个秋风销色啊 对 满木冲绿要好一些 有点陈子昂那感觉了 哎 哈哈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沁夏啊 是 哎呀 想汉西楼船 唐标铁柱 宋辉玉府 圆跨各囊 鬼列丰功 费尽一山心力 紫盈德 吉楚疏中 半江余火 两行秋燕 一枕青霜 一开始辽阔都画成最后的爱上 没错 没错 历史的成绩 到这后接受考古学家的收场 下面来 画一次薄薄的何以中有 哎呀 哈哈 香港灵纣 ог烧 又ous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